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观众朋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印度空军即将接收首批法制阵风战机 号称能改变游戏规则 印度空军接收阵风战斗机之后 它整个的滞空能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驻太平洋美海军陆战队组建近海陆战团 锁定中国为假想敌 封锁所谓未来海上大国可能进入大洋的通道 这样一种作战理念去调整海军陆战队的编制 日本自卫队加紧南西诸岛军事化 构筑导弹围墙 美日军事同盟意欲合围 美国借着这样的一些演习 紧紧的把日本捆绑在自己的全球的这种作战体系之中 无论是在亚太占领岛屿风控通道 以及在中东地区对波斯湾经营风控 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军事专家杜文龙 房冰 秦真 魏东旭 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威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纵览 据俄新社6月5号报道 俄罗斯著名枪支生产企业 洛巴耶夫及公司总经理洛巴耶夫说 该企业正在研发一款初步定名为 DXL5的狙击步枪 其最远射程7000米 有效射程可达3000米 全球狙击武器市场尚未出现过如此射程的步枪 他表示 这款步枪将搭配绝对新颖 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狙击子弹 他们暂时不想公开口径以及其他详情 报道称 罗巴耶夫希望 DXL5能在2021年出问时 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6月7号在其官网宣布 今年3月12号 美国空军与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在诺帕试验场进行了最后两次F-15E战机 投放模拟B-6112新型核炸弹的测试 在第一次测试中 模拟弹由F-15E从大约304米的高度投放 35秒后击中地面 第二次测试由F-15E在约7620米的高度投放 55秒后击中地面 两个高度的测试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项目负责人史蒂文·塞喵尔斯表示 测试结果完美展示了F-15E战机 与B-6112新型核炸弹的兼容性 未来新型核炸弹还将在美国的F-16 F-35战斗机 B-2轰炸机 以及北约成员国的战机上获得认证 据新华社报道 印度尼西亚军方6号证实 一架军用直升机当天在中爪哇省坠毁 机上9名军人中4人丧生 5人受重伤 印尼陆军发言人内拉夫·菲尔道斯 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架俄制米17直升机在肯德尔地区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 直升机事发前安全检查记录显示状况良好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在事故中受重伤的5名军人 被送至附近医院接受救治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有目击者说 这架直升机在坠毁前 有两名机上人员跳出 之后发生了3至4次爆炸 地上的机体残骸 不断冒出火焰和浓浓的黑烟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 大家看 首先我们有请军事专家 魏东旭老师来导演播室 欢迎魏老师 主持人好 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日前负责保卫特朗普的 美国特勤局的一名狙击手 携带的一把未来感十足的 巨大狙击步枪 引起了不少军迷的注意 据说 这把枪的价格约为1.33万美元 约合9.45万元人民币 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6月1号下午 美国执法部门 强行驱散白宫对面街道上的 和平抗议人群 以便特朗普前往圣约翰大教堂 进行摆拍 这一过程中 两名美国特勤局的狙击手 意外抢劲 其中一人 手持一把未来感十足 并且安装消音器的巨大狙击步枪 美国驱动力网站报道称 这款狙击枪 疑似美国海军陆战队狙击手 使用的MK13D7型远程狙击步枪 据报道 MK13系列狙击步枪 基于英国精密国际研发的 栓动AX框架系统 使用7.62毫米口径子弹 有效射程1000米 如果配上高倍率狙击镜 消音器 以及重型两脚支架 整套系统价格约为1.33万美元 报道称 另一名美国特勤局狙击手 配备的是SR-25半自动狙击步枪 这款武器不像AX系列狙击步枪 那样具备远射程或高精度 但它的连续火力更猛 更适合中程射击 山西运程的网友 叶宇山川提问 特朗普前往白宫对面的教堂摆拍 两名狙击手持枪 大摇大摆地跟在后面 这么做实际上起不到 保护特朗普的作用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一幕呢 我认为首先 它要起到一个震慑的效果 因为狙击手 它的实战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在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 如果说出现一些危险的因素 那么狙击手 由于它的狙击步枪的射程比较远 可以控制的范围也比较广阔 所以狙击手跟在美国总统的身后 首先是起到一个震慑的效果 除此之外 这两名狙击手 它其实是专家的身份 因为狙击手一旦遇到了冷枪的袭击 或者说对方使用这个轻武器 针对随行的人员 包括核心的目标进行射击 那么它首先可以依据自己的经验 针对周边的街区 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也就是说找到开枪的人 才是它的第一要务 那么一旦判明了目标的位置 或者说它所在的详细坐标 狙击手本身可以使用狙击步枪进行反击 也可以指挥周边的特勤人员 进行密集的火力压制 美国特勤局的两名狙击手分别配备了远程和中程狙击步枪 魏老师 这在战术上有什么讲究吗 这两种狙击步枪 一个是打人的 另外一个是打装备的 那么如果说在抗疫示威的人群当中 突然有人拔枪 那么使用大威力的狙击步枪 可能会造成附带伤害 因为你把目标击穿之后 那么子弹还会继续飞行 所以在密集的人群当中 主要还是使用这种小口径 威力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狙击步枪 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个很强大的目标 比如有危险分子驾着车辆 包括一些重型的车辆 想进行这种冲撞 那么大威力大口径的狙击步枪 就具备强大的破坏能力 可以把发动机打穿 或者说把整个的汽车的这种动力系统给它破坏 那么从这种狙击步枪的轻重搭配 也可以看出白宫的特勤局 对于总统周边的危险因素 它还是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 要防止各种各样的潜在风险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让印度空军望眼欲穿的阵风战机终于要来了 近日 法国与印度就交付阵风战斗机的时间 达成了共识 首批阵风将在下月底飞抵印度 据印度斯坦报6月5号报道 法国防长弗洛斯帕利 在和印度防长纳特辛格通话时表示 虽然面临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挑战 但法国承诺将及时向印度交付阵风战机 报道称 印度可能在7月底获得首批4架阵风战机 其中包括三架双座机和一架单座机 这4架战斗机本应于5月飞抵印度 但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而被迫推迟 2016年9月 印度政府以87亿美元的价格紧急采购了36架阵风战机 并为其配备流行超视距空空导弹 据悉 印度空军第17金箭中队将成为首个装备阵风战机的部队 该中队部署在哈里亚纳邦安巴拉基地 距印巴边境约220公里 印度媒体认为阵风战机将成为游戏规则颠覆者 它将极大增强印空军战斗力 甘肃九泉的网友西关固人提问 法国的阵风让印度空军翘首以判 这36架阵风对印度空军战斗力能起到多大的提升作用 印度空军接收阵风战斗机之后 它整个的制空能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而且阵风战斗机 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作战平台 针对地面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 它都可以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 而且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 去攻击海面上的大型战舰 所以说一砖多农的阵风 印度空军非常的看重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发射流星空对空导弹 那么利用流星导弹 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射程 印度空军自认为可能会具备这种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 以及先敌击落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印度的首个阵风战机中队 将部署到距离印巴边境220公里的地方 魏老师 这会对八方造成压力吗 确实在短时间内 阵风的到来会对巴基斯坦构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巴基斯坦呢 同样也有自己的王牌 那么他们装备的这个骁龙战斗机 已经经过了不断的改进和升级 配备了更加先进的雷达 包括射程更远的空对空导弹 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巴基斯坦也拥有先进的预警机 那么在预警机的这种指挥和引导之下 骁龙战斗机也可以把自己的空中交战距离 进行进一步的延伸 或者说让阵风吹不过巴基斯坦的空中防线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条 美国陶式导弹炸飞坦克炮坦 是叙利亚内战中经常能看到的画面 然而最近一辆续军的老式T-72坦克 竟然成功扛住了陶式导弹的攻击 车组成员也安全逃生 这是为什么呢 日前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社交网站上称 他们成功击中了一辆叙利亚政府军的T-72坦克 公布的画面显示 T-72被导弹击中之后发生剧烈爆炸 同时还有一些碎片四处飞散 按常理分析 坦克及车内成员应该凶多吉少 但令人惊讶的是 当硝烟散去 居然能看到坦克的车组成员迅速从舱内逃生 据介绍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常用的反坦克武器是 美式陶二反坦克导弹 这是一款破甲能力很强的武器 在以往的战力中 T-72坦克一旦被这种导弹击中 不是弹舱训爆 就是炮塔被炸飞 车组成员也往往难逃一劫 但是自2019年年底以来 陶式反坦克导弹在对付T-72时 开始出现失灵的现象 四川乐山的网友巴蜀梁仓提问 这辆T-72坦克被反坦克导弹击中 不仅没有出现以往的训爆 或炮塔炸飞的情况 而且车组成员也成功逃生 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俄罗斯应该是 向叙利亚政府军的陆军 交付了很多的爆炸反应装甲 包括一些附加装甲 那么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 包括独特的这种战场的环境 叙利亚政府军的这个士兵 也会对特切二坦克进行这种加强 那么在不同的角度 在不同的方向 加装更多的栅栏装甲 或者说这种爆炸反应装甲 那么针对反坦克导弹的敌遇能力 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装备更好了 它的经验值也变得更高了 那么以后再面临这种 反坦克导弹的偷袭和袭击 它的战场生存能力 也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好的 感谢魏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 欢迎登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波TV 或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点播回看我们的节目 参与留言互动 好的 观众朋友 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 本期军情大揭秘 驻太平洋美海军陆战队 组建近海陆战团 锁定中国为假想敌 如果今后把岛礁控制作战 岛链控制作战 远海交通保卫作战 以及破坏作战作为核心 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任务和角色 将无法被替代 日本自卫队加紧南西诸岛军事化 构筑导弹围墙 美日军事同盟异欲合围 借着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力量 狐家虎威 然后在东海的这种 和中国的所谓的岛屿争端中 甚至于和俄罗斯的一些争端中 他认为拉着美国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依靠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各位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东南军情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 军情大揭秘 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相关负责人透露 驻日本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将展开重大改革 即通过组建以导弹为主要武器 以夺岛为主要目标的近海陆战团 实现海上拒止和控制任务 与此同时 日本自卫队也不断将南西诸岛的军事化 付诸实施 试图构筑监视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导弹围墙 那么 驻日的美海军陆战队为何要强化夺岛战力 美日两国在东海方向 密集部署导弹力量 究竟出于什么目的 今天我们邀请了军事专家 杜文龙 防兵 秦真为您深入炮戏 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发展部发言人 约书亚本森少校近日披露 该军种正在组建并试验名为 近海陆战团的新型兵力结构 使其成为美军现代夺岛战略的核心 组建中的近海陆战团 预计将由1800至2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和海军舰员组成 下辖近海作战队 近海防空营和近海后勤营三个部分 其中近海作战队由一个根据任务编组的步兵营 和一个远程反舰导弹连组成 可执行多种不同任务 例如利用NSM海上打击导弹 执行远程反舰任务 该导弹具备灵活机动的能力 可从无人舰船 联合轻型战术车辆 无人飞行器等载具场发射 射程近200公里 近海防空营则旨在训练和提升部队防空 早期预警 空中管制 以及前线再武装和再补给能力 近海后勤营则负责为整个近海陆战团 提供后勤支持 如远征前进基地再补给 与更高层级的后勤供应商取得联系 提供医疗和维修能力等 此外 组建中的近海陆战团 还包括一个团部 旨在补充人员情报 侦查 通信 后勤 网络和信息作战能力 今年3月26号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上将 签署部队设计2030发展报告 对该军种的兵力结构作战目标 做出重大调整 报告提出 美海军陆战队的任务重心 已经从打击极端分子 转为应对大国竞争 与同水平对手进行较量 特别是在印太地区 这份报告虽然没有名言 但分析人士认为 美海军陆战队未来的主要任务是 在中国南海东海夺取岛屿 按照规划 总部设在日本冲绳县考特尼营地的 美海军陆战队第三远程军 将率先投入转型 第三远程军下辖的第三陆战团 目前正在下位移进行试点改革 随后驻扎日本冲绳的第四陆战团 和第十二陆战团也将陆续跟进 我们在4月初的节目里 关注过美国海军陆战队 推出的激进改革计划 现在看来相关计划正在实施当中 那么为什么他们选择驻日海军陆战队 作为改革试点 而不是在其他战略方向的 华老师 好的 之所以选择驻日的海军陆战队 作为改革的先驱或者叫试点 我想恐怕处于这么两点考虑 一个就是驻日的海军陆战队 相对来讲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三个海军陆战队的现役之中 它的其装晚云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所以选择这样的部队 作为试点 肯定有它的方便之处 这是其一 另外一点考虑 恐怕跟这个战略方向的重要性有关 虽然大西洋那个方向也有 太平洋那个方向也有 但是在两洋之中 到底哪一洋才是美国心目中的第一洋 我想你看看这两年的 那个美国的国家战略报告 包括从这个 不仅仅是这个特朗普政府 以上台以来 甚至在往前前推到 追溯到奥巴马政府时期 推动的所谓战略重心东移 重返亚太那个再平衡战略 你就知道到底这两洋之中 哪一洋是美国眼中的第一大洋 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方向 也就是美国战略重心的 第一重点的方向 来首先改革调整 他海军陆战队的布局 你不要忘了 这种布局 他主要是针对封锁 所谓未来海上大国 可能进入大洋的通道 这样一种作战理念 去调整海军陆战队的编制 你是不是觉得会有很强的针对性呢 而且一旦改变完毕 第一时间就可以发挥作用 这样的考虑 是不是也很明确呢 美海军陆战队打造 近海陆战团的核心目标 就是岛礁作战 杜老师 为什么要确立这样一个定位呢 美国海军陆战队 长期有多种颜色 他曾经无奈的说过 在陆军面前 我们是海军 在海军面前 我们是陆军 在空军面前 我们既是陆军 又是海军 所以长期没有自己独立的属性 是海军陆战队 面临的一个空前难题 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 进行打造 在陆海岛礁的交接地带 进行作战行动 那么很显然 这就是海军陆战队 独一无二的功能 一个属性 如果把边海作战 把边海部队 边海装备 作为核心 那么今后海军陆战队 就会有其他军兵种 无法代替的角色 把第二陆军 第二空军 第二海军的角色 全部摆脱完毕 目前看呢 按照自己远程作战 快速作战 灵敏作战的需求 发展武器 发展装备 甚至是调整编制 应该是2030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改革目标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 曾经担任美国海军部长 和参议员的吉姆韦伯 近日痛批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大卫伯格的改革计划 认为后者 不应该把目光锁定在特定地区 韦伯在公开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说 根据某种特定的意外事件 来塑造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结构 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事情了 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过去20年里 一直过分关注中东战事 如今忽然转向了 以中国南海的少数特定海上场景 为重点 这不可能让海军陆战队 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 对于外界的批评 美海军陆战队 作战发展司令部负责人 埃里克史密斯中将辩解称 海军陆战队没有忘记 自己的核心任务 仍然是执行突袭 救援和撤离任务 但必须准备好 在势军力敌的对手 有影响力的地区展开行动 大卫伯格本人也发声辩解 称美国海军陆战队 正努力增强自己 来对抗迅速发展的对手 这个对手 是美国从来没有击败过的 有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中国反介入体系的完善 与美国国防预算吃紧 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 以无力独自打破 现有的反介入体系 因此美国海军陆战队 试图通过本轮改革 放弃传统的地面作战 和两栖登陆作战 转而改造为一支 机动式岸舰导弹部队 配合美国海军的战略 试图对抗日益强大的中国海军 吉姆韦伯认为 该计划会让美国海军陆战队 沦为海军的附庸 在近海陆战团的构想当中 美国海军陆战队沦为了一支 岸舰导弹部队 这是不是一种本末倒置呢 杜老师 从海军陆战队的发展 以及未来作战任务去分析 这是必须的作战能力 这种改变应该是 对美国海军陆战队 综合能力的一种扩展 之前驻亚太司令 曾经指示美国陆军 美国海军陆战队 要向日本海上自卫队 和陆上自卫队学习 要把反舰作战作为核心 所以如果加装了反舰导弹作战部队 最后无论是在亚太 占领岛屿封控通道 以及在中东地区 对波斯湾进行封控 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在远海的小岛 依托陆基武器装备 对通道进行封控 其他军兵种根本做不到 陆军无法到达 海军认为作战任务过于狭小 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执行 所以目前看呢 如果今后把岛礁控制作战 岛链控制作战 远海交通保卫作战 以及破坏作战作为核心 那么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任务和决策 将无法被替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这个点位虽然是向日本作战队学习 但是能够扩展自己的打击范围 提高自己的威慑能力 在现有的规划中 近海陆战团主要使用海上打击导弹 执行反舰任务 这种做法能否实现 所谓拒止中国海军的企图呢 陈老师 我觉得这种靠一两型武器 哪怕是很先进的武器 来拒止中国海军 我觉得特别是在中国近海 如果发生这种军事冲突的话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 是得不到任何便宜的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解放军的综合战力 包括可选择的武器 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武器 航母我们也有 然后反航母的武器我们也有 各种导弹远中进程 包括反舰导弹 各种陆地上发射的巡航导弹 反舰弹道导弹都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单指望一种武器 想彻底的击败中国海军 或者是想大幅度的压制中国海军 是不现实的 那么这种对抗一定是 双方的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对抗 那么在这种体系对抗当中 不得不说中国解放军的海军 在依托我们本土 然后在近海 或者是第一岛链附近作战的话 我们这种地利优势是非常大的 在这种地利优势下 那么我们的这种综合的体系对抗 理论上还是解放军来占优 美国海军陆战队新设的近海陆战团 将矛头对准中国 而日本方面也在默契配合 一道由反舰导弹构筑的导弹围墙 正出现在东海方向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今年4月5号 在冲省县宫古古岛 正式成立防空岸舰导弹部队 目前驻扎该岛整编完毕的部队 约700人 配备03式地对空导弹 和12式岸对舰导弹 宫古岛地处琉球群岛西南部 距中国钓鱼岛约170公里 距中国台湾岛380公里 实际上自2010年开始 日本自卫队便有计划的 加强南西诸岛防卫 2016年自卫队在宇纳国岛 部署了大约160人规模的 沿岸监视部队 真听范围达数百公里 之后又在宫古岛先行部署了 约380人规模的警备部队 2019年自卫队在鹿尔岛 燕美大岛部署了大约 550人的导弹部队和警备部队 同时在石原岛修建筑地 以容纳500至600人规模的 导弹部队和警备部队 日本防卫省公开表示 相关部署是为了应对所谓 中国海军在该区域的频繁活动 从力量结构来看 燕美大岛石原岛和宫古岛上的 部队编程基本类似 其中岸舰导弹是核心 以自卫队最新型的 一二式岸舰导弹为例 其有效射程可达近200公里 这意味着 以所在岛屿为原心 200公里半径以内 都将是此型反舰导弹的 火力打击范围 如果以260公里宽度的 宫古水道为封锁对象 则冲绳本岛与宫古岛的 自卫队岸舰导弹部队 可以分别从北方和南方 占据发射阵地 有效封锁整个宫古水道 不仅如此 日本防卫省正在对 一二式岸舰导弹进行改良 应期射程达400公里 以遏制中国军事力量 特别是海军的远洋行动 数年后 南西诸岛将部署研发成功的 射程更远的反舰导弹 和高超音速导弹 届时不仅是穿越岛链的舰船 就连中国沿海目标 也可能被覆盖在射程之内 日本陆续在其西南方向的 多个岛屿上 部署反舰导弹部队 而美国海军陆战队 近海陆战团的理念 和自卫队这一做法不谋而合 杜老师 对此您怎么看 说明日本联盟 从以前的海空联合 要上陆上联合改进 包括岛屿间的防御作战行动 如果按照日本目前 在岛屿部署88导弹 12导弹 甚至今后部署超高声速武器装备 美国陆海战斗部队 包括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作战目标 也把聚焦点放到岛礁 放到通道方面 那么今后在远海地区 对不同海上通道的控制作用 将会明显提高 未来美海军陆战队近海陆战团 有没有可能出现在南西驻岛上 增加对中国海军的压力呢 黄老师 我觉得美国海军陆战队下一步 它在日本的部署 会不会进一步向西南方向 就日本所谓的西南离岛这个方向 进行拓展 恐怕这种可能性 我们说是应该存在的 但是这种难度也比较大 因为毕竟嘛 现在驻日美军的各个基地 已经是多年形成的一个固定的 这么一个模式了 基本上就这些点了 你只能往后再撤 不可能往前再站 因为这是跟这个美日两国 特别是驻日美军这么多年 混的这个人品 构成的这个人设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 你说你在拓展 在向西南那些所谓的离岛去拓展 注意那些岛虽然不大 但正因为不大 所以它上面人口也不多 如果驻日美军再站上来 那么加上日本自卫队 那么你告诉我这些岛上 这个老百姓还有多大的生活空间呢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这个生态 已经比较薄弱的很多地区 承载能力已经很弱的地区 你再加强这个生态的承载 它可能就扛不住了 生态就会崩溃了 其实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 未来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 但至少我们现在看 压力会比较大 最终能不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恐怕有赖于美日军事同盟 是不是有可能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那么去进一步的深化 深化到日本根本无法抗拒 美国的这样的要求 也许到那一步 这种可能性也许会实现 日本在南西诸岛的防卫建设 远不止陆上自卫队的 颈备部队和导弹部队 早在2018年3月 日本防卫省借口应对 钓鱼岛等地 可能出现的突发事态 成立了被称为 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的 水陆机动团 最近这支部队也相当活跃 2020年初 日本自卫队在冲绳县 美军蓝色海滩训练场 与美军开展联合训练 其中陆上自卫队的 离岛防卫专门部队 水陆机动团也参加了训练 这是水陆机动团 首次在冲绳县开展两棲作战训练 据了解 水陆机动团是日本强化南西诸岛 及周边区域战略威慑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2018年3月 在佐世保市巷土驻地成立 最初人员规模为2100人 主要使命是执行夺岛作战 2019年3月 水陆机动团在成立一年后 进行了首次扩编 总人数达2400人 今年2月9号 日本防卫省又称 要在北海道组建 水陆机动团的第三连队 并为该团在冲绳的部署做准备 目前 水陆机动团 以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步兵连队为基础 以两个水陆机动连队为机干 配备近60辆AAV7装甲车等两栖装备 今年5月8号 日本为水陆机动团订购的两架 美制V22鱼鹰轻转悬翼运输机 运抵严国基地 这两架鱼鹰是日本防卫省2015年 以3.325亿美元订购的首批五架的一部分 将担负水陆机动团的人员和装备空运任务 5月18号 号称世界最贵的日本二零式步枪刚亮相 日本防卫省就称 要优先配备给水陆机动团使用 该部队的特殊性可见一斑 V22鱼鹰轻转悬翼运输机 由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设计制造 该机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制 历经长时间测试修改和验证工作后 2007年开始在美海军陆战队服役 同年进入阿富汗战场进行实战部署 鱼鹰最大的特色是即直升机与固定翼螺旋桨运输机的优点于一身 也就是说它既能像直升机那样垂直起降和旋停 也具备固定翼螺旋桨飞机的速度快与航程远的特点 公开资料显示鱼鹰的最大巡航速度超过每小时460公里 最大飞行高度7600多米 其中日本采购的海军陆战队专用型MV-22B的最大航程超过1200公里 从冲绳出发即可覆盖日本西南方向的所有岛屿 鱼鹰轻转悬翼运输机舱内载重空间充足 该机最多可一次携带近10吨的物资或24名士兵执行快速机动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美日联合军演中 美军的鱼鹰曾多次在日本初云级直升机航母上进行起降 在自卫队引进鱼鹰后 初云级直升机航母也成为鱼鹰的搭载平台之一 这两者的紧密结合也将大大提升日本夺岛进攻作战能力 美日两国频繁核练 这会对日本自卫队水陆机动团的夺岛作战能力带来多大提升呢 钱老师 我觉得提升的作用其实还是有限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二战之后 我们看美国他没有和一个强大的对手发生过这种很激烈的海上冲突 更没有所谓的夺岛作战 没有像二战这么惨烈的和日本帝国军队这样对抗的 这种残酷像硫磺岛冲绳这样的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战力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经验 他无非也是传承二战的一些经验 再结合他当下最新的一些武器装备 比如新型的两栖登陆舰 新型像鱼鹰轻转旋翼机等等 结合这样的装备 他可能有一些根据比如鱼鹰的性能 他有一些专门针对性的训练 也仅此而已 所以实际上日本 我觉得日本和美军的训练更多 可能还是彰显两国的这种所谓的军事同盟关系 然后美国借着这样的一些演习 紧紧的把日本捆绑在自己的全球的这种作战体系之中 日本可能也有求于他 借着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力量 狐家虎威 然后在东海的这种和中国的所谓的岛屿争端中 甚至于和俄罗斯的一些争端中 他认为拉着美国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依靠 有人认为日本引进鱼鹰是为了与出云级直升机航母搭配 这两款武器结合能产生多大的战力提升呢 杜老师 至少可以把目前的大型航空母舰作战目标进行第一步的推进 如果出云号 加装余英 这样今后在岛礁作战 以及远海作战行动中 他所提供的制限能力和保证能力 基本上与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可以保持一致 以前的登陆作战是通过两栖舰艇快速突击 爬上去游上去 现在可以通过余英 包括其他作战平台实现落下去 这样立体攻击 全方位作战 快速登陆将会成为重要的现实 如果今后加载了其他武器装备 特别是F-35B之后 准航母向真航母的转变就可以快速形成 近期日本通过决议准备给钓鱼岛再次改名 今后出云号和余英运输机 在西南方向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岛上有争夺 海域上有各种对抗行动 它可以第一时间到达第一时间控制 在远海地区形成长期的作战能力 如果岛礁上有任何的作战行动 那凭借它以及边队内的其他作战舰艇 岛礁的威胁将会达到史上最高 日本之所以在南西诸岛 采取咄咄逼人的动作 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攻势部署 前沿部署不无关系 最近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密切互动 就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1号报道 当地时间5月27号 美军两架B1B枪起兵战略轰炸机 和日本航空自卫队F-15JF-2战机 在日本海和冲省周边上空实施联合军演 这是自4月以来日美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军演 今年4月22号 美空军一架B1B战略轰炸机 从本土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起飞 经过近30小时的飞行 抵达日本三则空军基地 并与驻日美军6架F-16战斗机 和日本航空自卫队7架F-2战斗机 8架F-15战斗机 一起在三则基地附近开展联合演练 5月4号 美军两架B1B战略轰炸机 飞抵宫古岛附近海域 日本纳巴机场派出至少三架F-15J战斗机 进行护航 日本航空幕僚长顽帽集成强调 这在进一步强化日美联合遏制力和应对力方面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日 有日媒称 日本自卫队和美国正在商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继续举行联合军演的事项 日本政府敦促美国加紧举行环太平洋2020军事演习 以确保其战略遏制力 据悉 今年的环太平洋演习 将于8月17号至31号 在夏威夷附近的海上举行 演习时长从以往的一个月缩短为两周 主要活动是反潜 海上拦截和实弹射击演习 美国海军表示 今年的演习没有陆地部分 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期与美国B1B战略轰炸机 密集核链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秦老师 我们看现在最近一段时期 B1B好像非常活跃 在亚太地区飞了好几次 那么可能也彰显了当下美国 他比如前些日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航母已经趴窝了螺丝符号 然后后来其他一些军舰也出现一些疫情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认为我即使不依靠军舰 我有几个人的机组 那么我一架轰炸机 这个作战战力也是具有一定强大威慑力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可能就需要 第一 彰显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存在感 第二 拉上他所谓一些盟国 那么日本 包括韩国 可能比如和和日本自卫队合练一些 因为单靠B1B拉过去 毕竟B1B它虽然超英素 但是生存能力在当下还是比较低 那么可能拉上航空自卫队 让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 给它进行一个护航 这个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个配合的一个演练 眼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 但日本政府却在敦促美国加紧举行 还太平洋2020军事演习 以确保其战略恶制力 房老师 对此您如何解读 现在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疫情防控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世界各国不管疫情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的国家 都在提一个词 都在关注一个词 那就是复工复产 现在看不仅是美国要复工复产 日本同样要复工复产 不仅美军强调要复工复产 日本自卫队也同样要复工复产 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大家知道日本通过参与美日军事同盟 甚至是美国主导的多国军事联盟 并在其中发挥自己所谓重要的影响 重要的作用 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大国地位 这是它多年的一个传统 一个老套路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你就好理解了 为什么它有的时候看起来 比美国人还惹心 你那个环太云眼 抓紧搞 今天不能停 一定要按计划继续来 我在里边继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你翻翻以前历年环太军演 日本在里面都可以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相应的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你就能理解 不仅我要复工复产 而且我催着 你也要复工复产 那么这里边 日本到底埋藏了多少自己的小心思 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 获取更多的一视频资讯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或关注东南军情 今日头条号和抖音号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我是梁秋雨 下周见